苗栗大埔自救会 为要求苗栗县府撤销对大埔四个住户 明天献起的拆屋令 昨天是在行政院静坐了一整夜 坚守不退 最后警方只好出动150名警力 尝试驱离 土地正义 土地正义 坚持到底 坚持到底 行政院前静坐抗议 从7月2号开始 苗栗大埔自救会 坚守不退 要求苗栗县政府撤销拆屋令 太阳之国 人民奋起 人民奋起 7月5号就是拆屋最后期限 29名抗议群众手勾着手 坚持抗争到底 警方出动150名警力 枪制驱离 请你们起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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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你们 请你们打开很加 躺在地上不肯离开 警方在凌晨4点上前架走抗议群众 民众激烈反抗 有人甚至紧抓着铁杆不愿屈服 身穿白色衣服的张姓地主 更是激动到一度昏厥 警方今天凌晨4点钟实施驱离 配合市政府相关单位将站棚拆除 以及人员驱离 三年前大埔农地征收 当时吴敦毅承诺 二四户同意房屋基地原位置保留 耕地农地则是往集中来设画 但是2012年 冬委会却决意拆除房屋 土地也不能原地保留 苗栗县政府更在6月11号发出柴屋令 如果最后四户不自行拆迁 将在7月5号强制拆除 大埔农民捍卫自家土地 政府实行跳票 让民众难以接受 这位新闻许致木乌三 台北部导